大S也为自己的恋爱恼付出了代价 最终仍无可认和王小飞离婚 即使离开后王小飞如何泼脏水 大S都没有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也算是给这段婚姻留下了最后的体验 还是妹妹小S仍无可认揭露前姐夫的罪行 多次对怀孕的姐姐动手 大S本想为了自己的一双儿女 委屈求全地待在王家 没想到王小飞还是变本加厉 和张盈盈的绯闻摧毁了大S一直以来的骄傲 果断和王小飞离婚之后 火速和韩国的巨俊叶欧巴结婚 这也算是狠狠打的前夫一记耳光 巨俊叶虽说取貌不扬 对大S的付出却是全心全意的 全力讨好大S的家人 其中最难搞的当属大S的一双儿女 比开亲生爸爸怀抱的儿女 自然也不愿接受来自后爸的示好 但巨俊叶比谁都懂妻子对孩子的爱 即使面对孩子的冷脸也一直笑脸相依 终于得到了孩子的认可 大S婚后的状态也仿佛回到18岁 脸上的甜蜜和依赖都是藏不住的 这次王小飞又来搞事情 双眼还跟说想自己的女儿 大S直接喊话王小飞 不要算是巨烟热度了 对此你更喜欢谁